大家好,我是文睿,今天是2020年的7月3号 昨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然后这个截图我在脸书和推特里面都看到了 很多人在转发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内容是什么呢 它上面有很多名单 它最上端的一个名单是什么呢 叫海外恨国党这样的一个名单 然后它所谓的恨国党 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 跟国内体制内的声音不太一样 这样的人吧 然后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就是我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 第一个就是我,文睿 然后我在想这个事 为什么他会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人很多 你看过那图片的人 大家可能知道人非常非常多 你说我怎么会排在第一位呢 按照人名排 按照拼音来排的话 文睿文W应该在后面 你按照影响力点击量来排的话 那我也肯定比我影响力大的人很多 对不对 你说按照语言的这个犀利程度 那我一般说话都是很温和的 即便是很大的一件事 我也是很平和的很温和跟大家讲 是不是 你说按照这个长得帅啊 这么排名的话 好像我也得再往后排 对不对 怎么想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把我的这个文睿排在第一位呢 海外恨国党第一名文睿 当然很多人说这可能就是随机的 对吧 这个我想可能还是有原因 我大致这么分析吧 可能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有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他们人数不多 但他们是非常不喜欢我了 非常讨厌我的 为什么呢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 我文睿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吧 特别的真诚啊 特别的实在啊 特别的老实啊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文睿这个人可坏了 就是这个表里极其的不一致 所以他们从这一点来看 他们特别不喜欢我 所以如果这些人来排名的话 可能啊 他可能把我会排在第一位 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我看到第一是文睿 第二呢就是文招 我觉得还有种可能性就是什么 他们可能是想把 他想的这个名单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招 因为文招影响力大啊 他可能是想把文招放在第一位 当他想到文招的时候 他可能顺带的就想起我了 哎呦 对下有个文睿对吧 那就先这么排 他就很自然的 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了 我想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吧 当然随机的可能性也有啊 总之我就看了这个名单以后 我觉得把我排在第一位 我很委屈啊 对不对 我不是什么恨国的 我是很爱这个国家 或者确认的说 我很爱东北 爱我的那个家乡 我是2006年的8月24号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坐这个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 然后到了这个仁川机场 这一晃就是将近14年的时间过去了 中间呢就是我一次也没有回过过 14年就在这呢一开始先做科研呢 然后创业 然后拿到韩国的国籍 后来呢又娶妻生子 然后跟父母在一起 整个这个过程吧 14年的时间 应该说我在韩国呢 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但是呢 心里面其实一直是非常想要回去 一直是常常能够回忆起 在中国特别在东北生活的那段记忆 特别是在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吧 就这几年 经常能够回想起 可能是自己一点点年纪也大了吧 就经常能回忆起曾经在中国生活的那些经历 特别是小时候那段经历 冬天 过年的时候放冰炮啊 然后吃冻梨啊 冻柿子啊 然后去花冰啊 对不对 秋天秋收的时候 那个什么土豆啊 苞米啊 或者是黄豆啊 对不对 然后有那个沙果啊 对吧 还有透明的那种 就是很多很多类似的记忆吧 经常能够回忆起来 真的是很想回去 那是一种很深的一种感情吧 你说 真的是很 谈不上恨这个字 真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 特别今年 我感觉啊 我已经14年 没有回中国了 然后老家 我的老家已经16年多 没有回去了 我感觉呢 就是可能 在不久的未来吧 可能我就可以回去了 这是我现在的 非常真实的感觉 不管大家怎么考虑 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呢 我会领着我的孩子 一起回去吧 去看看我的老师同学 去看看我们家 那个 在山坡上的那块地 以前也去拔过草啊 对吧 去捡过土豆啊 都那坡地也有 对吧 然后我们家那边的核桃 那个小河 不知道怎么样 以前去过游过泳 真的是很想 而且也 真的是非常希望吧 中国能够变好 特别是希望我们老家 东北能够变好 但是很多时候吧 看到问题吧 心里面还是挺难过 但是也得把这些问题 讲出来 只有把这些问题 讲出来 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问题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中国才能变好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吧 所以说 他们做这样的名字 又把我列的第一位 我觉得还是挺委屈的 今天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就是看到这个截图以后 有感而发 就是想跟大家随便这么聊一聊 同时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吧 这里面还有一句 就是最近吧 有很多人说 以前也有人讲 但是以前说的不多 最近很多人说 可能是最近我 缴头发的关系 就是很多人说 我这头发是假发 他说文蕙蕙 你这头发是假发 你赶紧把那假发拿下来吧 就这么跟我说 这个事呢 就是我也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头发 是不是假的 有人说文蕙蕙 你像这样的问题吧 你都不用回应 我觉得也没什么 大家就是 很多人经常看 好像虽然我没见过大家 但是有的时候感觉也是很亲近的 一看那个图标 我就知道大致这个朋友来了 能感觉到 给大家问一问 我就说一说 是假的吗 我这头发 别的不敢吹 就是头发 我的发质还是非常好 很粗 然后头发很密 很硬 然后也有光泽 头发 可能从小吃的比较好 现在吃的也挺好 然后头发就很硬 理发的时候 一般的理发师 他剪我这个头发的话 他可能要花的时间 比别的人要长 然后剪出来以后 一般人家头发都往下走 我的头发可能就有点翘起来了 所以 给大家这种感觉 今天就咱们澄清一下 很多人总说我的头发 还有人说我的服装 如何如何 大家就有一个观点 非常普遍 就是你在韩国 对不对 你看韩国人 穿的多有发 发型整的多漂亮 你说你 你说 你就不能整的稍微利索点了 对不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多少还是能用到 用点一点心思吧 其实大家看我的这个视频吧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 你回去你自己拍一个视频 你看一看 然后你拿到电脑上 放一放 看看是什么感觉 很多朋友吧 就看韩剧吧 看的太多了 韩剧里面呈现的那个效果吧 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你想达到那个效果的话 灯光啊 道具啊 什么就是拍摄器材啊 场地啊 对吧 服装啊 包括头型人员 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平时生活 我也平时见到很多韩国人 不是说都是那么潇洒 真的是那样 但是大家的心情 我理解 大家就是希望我能够呈现出 这个更好的面貌 哎呀 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吗 反正头发就是 你看我这次不搅了一次吗 可能下次搅 没准就两个月以后了 甚至将近三个月 就是一直能留 留长以后再搅一次 可能大家觉得 变化挺大的 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基本就是这样了 然后最近还有一些 什么朋友留言的 就是说那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最近 这个标题啊 就是视频的题目 好像起得非常夸张 有的人说 但是这里面有些是 正面的给我讲出来 还有一些就是很负面的 就是来讽刺挖苦 说你是不是缺钱呢 是吧 穷到这样的程度了 对不对 为了钱怎么怎么怎么地 反正这话说的都很难听 其实对于钱啊 当然我也需要钱 很需要钱是吧 但是并不是说那么需要 就是我觉得吧 到一定程度上吧 就是差不多够花 有一定的盈余 就可以了 你说谈到赚钱这个事 这些年吧 我在因为我的职业关系 认识很多企业界的 各个方面的人士吧 韩国主流社会的人士 认识很多 以前在研究所工作 也是一样的 应该说 这个不是吹 在韩国社会 我还是有一定的人脉 这么多年吧 很多这些人就希望 能够跟我合作 一起做点什么事 他们说的那些事吧 其实还是挺有 挺值得去做的 你要真认真真去做的话 真的能赚到钱 但是我都没有特别去做 因为我喜欢一种 比较轻松的 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做中文教育是这样 对吧 我到哪去 只要带着嘴去就可以 然后跟他们好好聊 大家高高兴兴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非常开心 你知道吗 赚的可能不一定很多 但大家都尊重我 讲完以后 只要我教了课 其他事就没有了 回家都很轻松 那时候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研究纳米技术 别人听了好像是挺高大上的 其实很累 每天要看很多论文 要用电脑进行大量的分析 然后要去实验室 做大量的实验 也不是经常要很晚的下班 真的很累 我还是比较享受 现在的这种生活 对吧 现在做YouTuber也是一样的 只要我好好去学习 准备我的一些内容 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话 可能有一定的收益 我就觉得其实挺满足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和孩子在一起 然后跟父母聊天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 你说要是谈赚钱的话 咱就这么说吧 比如说现在我也想赚钱 我也有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频道 有十几万的订阅用户 那么我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什么呢 韩国移民 对吧 韩国投资 比如来这买房子 对吧 然后韩国留学 或者是韩国等等 主要是移民和投资 这两个项 我要做的话 就能够有很大的收益 它整个相应的这些流程 我大致也都了解 只要我仔细去研究 因为我是学理工科 研究那些成绩 我是很容易的 然后还有一点 是非常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 看我的视频以后 对我产生了信任 就是我的视频内容 如何 咱先不谈 水平高水平低 咱先不讲 就是很多人觉得 哎 我们认为这个人很时常 找他办事可以 这种信任呢 现在在中国社会 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有点自吹的成分 但是确实是这样 也这段时间 有很多朋友 确实是联系我 让我帮他办的什么事 甚至可能有些朋友 想要哪怕是多给我一点钱 也让我来办 因为大家觉得信得过我 但是呢 我不敢保证 以后不做那个行业 但是 现在起码现在来讲 我没有那样的想法吧 就是想要集中 做我的视频 然后呢 提供给大家更多的知识 然后呢 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心得 能够通过我的这个视频 让大家能够变得 生活变得更加快乐一点 然后活得能更加理性一点 这个呢 我觉得 就会让我更加开心吧 在做视频当中 就是很多时候准备那种 每天要学很多东西嘛 这个过程呢 也让我感觉非常满足吧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说大家说 我的那个视频啊 题目如何 为了赚钱 那些题目吧 我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有些是有些夸张 但是它就是确确实实 是当时我的那种想法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朋友 就是说 说我胖了这个事啊 这个 我现在开始呢 要注意一点 确实是 那其实 其实以前在企业 讲歌的时候 好几个企业高管 跟我说 就是从隔16个小时 吃饭的那个事情 我忘了叫什么了 最近有朋友留言 跟我说这个事 就是你看 你看我现在也在实践这一点 就是晚上大概6点之前 吃完晚饭 然后第二天 隔天10点以后再吃一顿 这就大概16小时吧 确实胃很空啊 很舒服 然后中间从10点到下午6点 这可能又是 这几个小时 将近8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确实是胃很舒服啊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但是我想去实践一下 看看行不行 就是能不能瘦下 大家可以监督我一下 确实这个人瘦一点 是非常有好处的 然后少吃一点 胃力轻松一点 这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还有大家给我提的 还有一点 就想起来了 就是说我说话的时候 这个总是发出这种声音吧 就让 就发出这种声音 这个确实是不太好 这个我在改 但有的时候 包括还有人说 我这个说话有点紧张啊 怎么样啊 就是其实不是 就是我做视频 就是一直录嘛 从头录到尾 我的思路是很集中的 就一直录到尾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照顾不到这些细节吧 这个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然后我会一点点改进吧 今天呢 就是没什么谈 没谈什么具体内容啊 咱们就是从那个截图开始说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